萧炎精神一阵恍惚 就好像在这一瞬间喝醉了一半 眼前的画面也是斗转心仪 再度看清之时 萧炎竟然发现 自己又回到了地面 似乎刚刚的一切都是幻觉 但低头一看自己手里的面具和蓝色眼泪 萧炎便是明白 刚刚经历的并非幻觉了 你要的东西在最深处 就在萧炎有些迷茫不知何去何从时 一道空灵的声音在他脑海之中响起 萧炎微微一致 感知自己的身体 似乎并没有出现异样 回想女子 或许这就是女子在给他指路了吧 萧炎点了点头 便是不再犹豫 朝着森林深处略据 萧炎如今所在的位置 人数已经不多 外围很大 越往里 自然面积就要小胜许多 有诸多的势力已经聚集到了之中 但这里却是有着一堵火墙将他们都拦在了外面 其中也包括了古炎神族 当然 斗神联盟也是不例外 隆怀也是不敢胡乱去闯 放眼望去 这火焰高耸入云 且并不知道这火焰的厚度 万一这火墙之后 也是这般火焰 恐怕到时候进去 会直接烧得灰都不剩 因此 现在没有人敢闯进去 令这势力停留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从火墙之中 时而会有琉璃元气飞出 且最差的都是达到了三色 而最高的则是出现过七色 这样的诱惑 令到这些势力 能够在这里多待一刻 便不会轻易离开 因为七色琉璃元气 对于修炼的帮助 特别是斗仙斗神这般实力后 进步本就困难 能够感受到修炼的前进 那便是很大的造化了 琉璃元气之所以如此强 实则它还有一个名字 名为上古元气 这是来自久远上古的元气 更加的精准 所以这种元气 本身就是一个造化 请颜大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捕灭之火定是在其中 我们必须要冲破这火墙 古元神族这边 则是和周遭的其他势力不同 他们的目的不在于这琉璃元气 令他们都更为在意的 是存在于这火焰森林当中的火焰之心 名为青岩的男子 一身青色长袍 对于他的名字倒是相互呼应 黑发黑童 唯一的区别就是 他青色的眉毛极有辨识度 不行 我像现在还是太强 强度至少是数倍不止 我们硬闯 即便是有神灼之力 也断然难以在这种强度的火焰之下行动 更别提能获得火焰之心了 青岩是这只古元神族队伍的队长 他行事自然是必须稳重一些 火焰的力量 若是强来 大多数情况都会灰飞烟灭 对于整个都是玩火的势力 他们更是清楚眼前的厉害 这样的火墙 摆明了就是拦住他们的去路 硬闯几乎没有任何的可能 青岩大哥 神灼之力应该能够防护一段时间 毕竟我们族的神灼 乃是排名第三的火焰之心 而这不灭之火 也是靠后的第四 这等火焰力量 神灼应该可以应付一些事件 是啊 青岩大哥 都来此了 你的天赋最高 我们所得神灼之力全部给你 为常不能去搏一把 古炎神族之中呼声很高 这并非是怂恿 而是他们对火焰之心 真的是毫无抵抗之力 看见强大的火焰 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这世界上最为美妙之物 青岩眉头微皱 不得不承认 他也是有些动摇了 原因很简单 古炎神族的人 没有谁能够抵抗住这种诱惑 倒是未尝不能一事 不过现在的威力正是强盛 得再等一等 古炎神族皆是重重点头 他们都太痴迷于火焰 谁都不想就此放弃 而在另一旁 随着时间的推移 毕竟流离元气有限 势力之间很容易产生争执 此时便是传来了打斗之声 海域的人和周边的几个势力产生了争执 此时正在大动干戈 似乎免不了一场战斗 他没买他 老子没受过这种窝能气 这森林里魔兽多 全部都给我救过来 龙林王满脸怒气 双手插腰 无恙凶得很 夜旁的朱棣则是拍了拍 龙林王的肩膀 是以他低调一些 干咳了两声 这里 二星斗神多 还是从长计议 还是不要得不偿试 他们敢想老子的元气 老子就要和他们好好从长计议 好个卵蛋 龙林王那副模样 可是当仁不让 当然 这样说是好听 要说的不好听 那就是有点傻 朱棣苦笑 但此时 周遭的确有势力 走入了他们所收集元气的区域 冲突恐怕是在所难免 除了海域这边如此 周围其他势力 也出现了争夺元气的问题 唯有斗神联盟 稍微霸道一些 似乎名声在外 诸多实力 还是要退比三分 灵能界这边 倒是安逸许多 强大的灵魂之力 形成了小片的区域 凡是进入这片区域的人 灵魂都会受到重压 令得他们都是不战而退 反观萧炎这里 她已经是以最快的速度 朝着深处而来 但随着深入 她便是发现了周遭的火焰 越来越强 戴上面具 这些火焰 便是不会伤你 就在萧炎准备加强元气防御之时 脑海之中 声音再度响起 萧炎顿了顿 便是拿出了那张 有些恐怖的面具戴在了自己的脸上 这张面具 萧炎看到之时非常古怪 上面似乎是几个人的面孔 可当萧炎戴上去之后 却是仿佛和萧炎的脸庞融合了一般 模样瞬间变了 但萧炎看不到她此刻的容貌 殊不知 她此时已经变成了顾仲生的模样 当真如声音所言 萧炎戴上面具之后 四周的温度瞬间消散 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 四周的火焰似乎都避开了萧炎 这令萧炎不由得有些惊异 很快 萧炎也看到了远处的火墙 并且也看到了火墙下众多的身影 这身影交织 似乎有不少还在打架 而萧炎远远地便是听到了一道声音 可以说是极为熟悉的声音 她奶奶疼 蝎子要是在 可没人敢抢老子的东西 听到这个声音 萧炎的眼眶顿是一红 嘴角轻轻撬动 龙鳞王 而此时正是看到海域这边 被几个势力围攻 似乎引起了众怒 而龙鳞王也在袭中 他现在正被两人包夹 齐咬着牙 面色倒是狠 不过接连的战斗也是落入下风 嘴角更是溢烛鲜血 他奶奶的 有种担忧啊 一多气少算是个本事 龙鳞王慢骂道 打不过还一脸凶神扼杀的模样 萧炎看到之后连连摇头苦笑 这家伙还是没变 龙鳞王的性格就是这般火爆 在南尔明身体里的时候便是如此 如今萧炎帮他重塑了肉身 但似乎这脾气却是一点没变 不过旋即 萧炎看到龙鳞王出手后便是一条眉 眼中露出些许精芒 竟然也突破到了斗神 萧炎惊讶无比 在鸿蒙星之时 龙鳞王不过还是一个斗仙 近千年的时间里 龙鳞王已经成长到了斗神 着实有些不可思议 少废话 你们霸占西域 还说我们抢 要不要脸 围攻龙鳞王的两人则是一脸怒气 很是不快 哼 你们几个人 我们人多 站的地方有错吗 龙鳞王也是不依不饶 人再多 又斗神联盟得多 人家都没有站这么宽 你当真以为 这里是你家修的 两人更是发怒 连连对着龙鳞王出手 龙鳞王虽然口里说得厉害 但是被两人打得根本还不了手 看着龙鳞王 一副死鸭子嘴硬的样子 萧炎在后方则是笑开了银 你们让不让 不让 今日我们几个势力联手 也要把你们赶出去 两人视声吼道 海域的其他人也是被围攻 根本没有人能顾及到龙鳞王 之前那些带过来的魔兽 没有一直敢进入这火焰森林 把龙鳞王一阵好气啊 开玩笑 老的海域 好歹也是五大上等借口 就凭你们这些别三 也敢大放厥词 龙鳞王满脸是伤 但就是死鸭子嘴硬 说不让就不让 那我们就把你打服为止 两人话音一落 不管三七二十一 对着龙鳞王就是各种胖揍 龙鳞王面色凶狠 嘴里还发出嘶吼声 打人不打脸 几段携手 泪行啊 有种当休啊 你们和那骗子一样 耍无赖 萧炎苦笑着摇了摇头 不光看向一旁 也看到了斗神联盟的一种 不过萧炎并没有朝着斗神联盟略去 而是最先朝龙鳞王而去 萧炎的身形犹如一根离弦之剑 直接将胖走龙鳞王的二人 生生撞开 两人皆是往后倒射 撞倒了好几根树 才稳住了身形 萧炎也是有些暗精 不得不佩服 这太古神雷体大成之后 力量提升的不是一星半点 两人惊悚地看着萧炎 此时 萧炎戴着面具 无恙再度变换了 所以没有人认得出萧炎是谁 就连龙鳞王都是傻傻地看着萧炎 然后重重一抱拳 多谢萧兄弟帮忙 其实这二人给我一些时间 可不是什么大问题 龙鳞王看向萧炎 一本正经地说道 萧炎没有说话 只是淡淡地一笑 看清龙鳞王的脸后 萧炎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顿了顿便是准备离开 转过身之际 龙鳞王想要挽留 他不是认出了萧炎 而是怕萧炎走了 他又该被打了 不过 不等龙鳞王说话 周遭便是响起了雷声 萧炎毕网之上红雷闪烁 雷爆枪掠向半空 下时间便是看到了大片乌云浮现 其中雷霆闪烁 强大的雷霆之力便是令得周遭不少人面色一变 而后萧炎开口出声 各位朋友 我们各退一步 海域这边也不会霸占你们的区域 这次争执 到此为止 萧炎听到了之前两人和龙鳞王的对话 便是知道 海域这边好强霸占 才招来了这些势力的急火围攻 你是何人 海域这般不要脸 抢了我们不少琉璃元气 这般就想要罢休 此时便是有一人站出来 似乎并不把萧炎放在眼里 可他刚刚话音一落 天空之上便是一声乍响 一道雷霆滚滚而来 不等他有任何的反应时间 直接轰在了其身躯之上 煞事件便是散发出了一种 肉被劈熟了的烧焦味 整个人直接丧失意识 摇摇欲坠 最终倒在了地上 这一幕震慑到的不仅是其他势力 在雷声乍响的一瞬 几乎这里所有人脑袋都是一缩 惊恐地看着那个被炸成了黑炭般的人影 萧炎声音冰冷 淡淡地再度说道 可还有意义 霸气的声音回荡四周 三星斗神的实力可不算弱了 至少在上等界空当中 那都是往前靠的存在 所以萧炎的气息有了足够的震慑力 更何况他们认为 萧炎误了雷霆之道 其霸道程度令人皆是有些胆寒 抽搭势力纷纷只能是往后退避 海域这边的人也是靠拢自己的区域 这场争执也就此化解 萧炎这般做法或许对于其他势力并不公 不过没办法 龙灵王在这里 萧炎看到的不仅是龙灵王 看到的还是整个无畏战队 龙灵王只要活着 在萧炎的眼皮之下 没有人能再欺负他一次 当然 欠收拾的时候 还是会安逸些揍的 多谢这位小兄弟了 龙灵王笑着拱手抱拳 其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本来不想笑的萧炎 也是忍不住脸上挂着笑容 龙灵王似乎察觉到了 萧炎在取笑他 急忙用手捂住脸 啊 师傅 那可不是什么正人的君子 竟是以多惜少 有失颜面 龙灵王一边还谩骂道 萧炎笑着摇了摇头 缓缓地说道 活着就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